黑暗侵袭之所以能成为无法超越的经典探险恐怖片 不仅仅是因为令人绝望而又窒息的恐怖氛围 还有整部电影层层深入且毫无尿底的剧情 而它的续作《黑暗侵袭》第二部 也同样延续了第一部的拍摄风格 其绝望程度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第三部 结尾所留下的伏笔也不得而知 第二部的故事紧接着第一部的剧情 因为六个女孩的失踪 救援队开始在舶来汉颜洞群展开搜救工作 现场不仅有记者全程跟踪报道 还有警察24小时严阵以待 普通人失踪当然没有这个待遇 只因其中名叫朱诺的女孩是参议员的女儿 但他们并不知道朱诺临时更改了目的地 所以救援队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 然而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时 警长却突然接到了同事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诉他有人被找到了 已经被送去了医院 原来就在不久之前 一个大爷开着皮卡行驶在公路上 遇见了从洞穴里逃出来的沙拉 收到消息的警长带着警员黑妹立刻赶到医院 本想从沙拉的口中问出剩下几个女孩的下落 却被医生告知她失忆了 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 不过从她身上的伤口来看 似乎经历了某种可怕的事情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黑妹拿出一张闺蜜合照 看看能不能勾起她的记忆 结果不但没有用 反而让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这样看来是问不出什么线索了 于是警方只能从发现沙拉附近的地方开始搜查 在之前那位大爷的帮助下 他们很快就发现了一座废弃的木屋 这座木屋是之前开矿遗留下来的产物 警察把警犬放进去查看情况 可没过多久他就头也不回地跑出来 像是嗅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 看来木屋里面有问题 警长收到消息后 第一时间就打电话给救援队队长 说是警犬在矿山的木屋里闻到了失踪人员的味道 他们怀疑剩下的人很可能就在矿洞里 所以决定进入矿洞进行搜救 同时为了提高搜救效率 警长还强行把失忆的沙拉也带了过来 很快所有人都抵达了现场 木屋内部是一个垂直向下的矿洞 搜救员克雷将一根荧光棒丢下去 几乎看不到尽头 可大爷却说下面还有一个更大的溶洞 他的祖父曾经就是这里的矿工 有一天祖父和工友在工作时 无意中挖出了那个溶洞 矿场老板认为里面一定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于是就叫他们进去探查 结果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大爷的话并没有让救援队退缩 反而有一点点小心烦 但地图上根本就没有关于这个溶洞的任何信息 显然这次搜救任务的难度非常大 可就在众人商量如何下去时 大爷又说进入矿洞的电梯还能用 弊行人穿戴好装备后 便进入了升降电梯 随着大爷拉下电闸 电梯开始缓缓下降 殊不知这又是一次有去无回的地狱之行 大概经过了十多分钟 电梯终于停在了矿洞底部 这里看起来非常危险 感觉随时都有可能坍塌 几人小心翼翼地往前探索 在进入一个更深处的矿井后 他们发现了大爷口中所说的溶洞 入口被木板挡着 上面还写着危险误入的警示标语 但他们并没有当回事 直接破开木板来到了里面 奇形怪状的钟乳石映入眼帘 就连经验丰富的救援队都发出感慨 不过他们并没有时间欣赏美景 队长立刻命令克雷拿出热像影 开始在洞内搜索失踪人员的踪迹 同时叫凯西拿出测听器 看看能不能听到些什么 就在凯西认真听时 地旁的沙拉看着熟悉的环境 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些画面 丢失的记忆正在慢慢涌现 而此时凯西也似乎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可当他们循着声音来源找过去 却发现了无比恐怖的一幕 只见一具残破不堪的尸体躺在那里 她正是第一步被怪物掏心掏肺的利贝卡 之所以会发出声音 是因为她的身体里藏着一只可爱的杰瑞 沙拉看到这一幕 当场就恶心地吐了出来 而警长却怀疑沙拉是杀人凶手 毕竟六个人就只有她活着出去 她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沙拉不想跟警长解释 因为此时的她又想起了更多的记忆 虽然只有一些零星的碎片 但她知道这个地方有危险 于是一脸惊恐地告诉众人应该马上离开 只可惜并没有人相信她说的话 而且就算有危险 他们也要搞清楚其他人是否还活着 事不宜迟一行人继续往更深处进发 在经过一处狭小的通道时 沙拉彻底回想起了所有事情 坍塌的通道和可怕的怪物 无数记忆瞬间涌入脑海 或许是害怕他们连累到自己 沙拉果断一脚踢中警长的脑袋 接着冲出通道 打倒了前面的克雷和黑妹 等到众人反应过来时 她已经消失不见 警长立刻拿着热成像仪追了过去 可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出现 就在她拿着热成像四处查看时 恐怖的怪物出现了 警长下意识地开枪射击 却给其他人带来了大麻烦 因为他们刚好经过一处地形 极不稳定的通道 而警长的枪声导致上方的石块发生了坍塌 反应快地逃过一劫 可反应慢的凯西就惨了 虽然避免了被碎石砸死的命运 但却被困在了里面 回过神来的队长赶紧用队讲机呼叫凯西 确认对方还活着 她赶紧不停地安慰 并且保证一定会救她出来 然而通道已经被完全封死 巨大的石块根本就搬不动 队长只好再次拿起对讲机 把这个绝望的消息告诉凯西 眼下唯一的办法 就是他们去看看有没有其他营救路线 但在这之前 需要凯西独自面对 尽管心里非常害怕 泪水已经在眼睛里打转 她还是坚强地表示自己没问题 可在寻找路线的过程中 队长一行人却发现不对劲 当洞穴被燃烧棒点亮 无数动物骸骨赫然出现在眼前 这里正是沙拉几人第一次遇见怪物的地方 因为地上还有他们掉落的摄像机 摄像机里清楚地记录了 六人从出发到遇见怪物的全程录像 而此时沙拉也刚好躲在一块岩石后面 看完所有录像后 三人终于得知了洞穴里发生的一切 没想到沙拉口中所说的危险 竟然是一种嗜血的人形怪物 可他们还没来得及震惊 录像里的怪物就突然出现 三个人吓得四散而逃 而黑妹因为害怕 便开始大声呼喊队长的名字 殊不知怪物正在缓缓逼近 为了让黑妹闭嘴 目睹这一切的沙拉赶紧从身后捂住她的嘴巴 看过第一步的人都知道 怪物的视觉已经完全退化 只能依靠听声变位 沙拉的及时出现 让黑妹捡回一条命 但另一边的队长就惨了 她的嗓门比谁都大 怪物被成功引了过去 她刚从摄像机里看到沙拉两人蹲在角落 怪物就从身后将她扑倒 没想到队长竟然第一个下险 两人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幕 而沙拉也没有选择上去救人 眼看尸体被拖走 沙拉赶紧上去拿走队长的装备 然后带着黑妹开始寻找出口 此时被困在碎石中的凯西还在苦苦等待救援 殊不知一只怪物就在外面 她将一只手伸出去尝试自救 可一坨不明年夜却滴了下来 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这味道十分正宗 听到外面传来响动 她还以为是队长来了 于是便大声呼喊他们的名字 结果却把怪物引了过来 此时绝望的凯西更加绝望了 更可怕的是 这只怪物还挺聪明 开始徒手扒开下面的沙石 试图从外面闯进来 眼看缺口越来越大 凯西赶紧脱掉身上的装备 拼命往上方的缝隙中紧 要不是怪物的这番操作 她到死都不会知道 上面竟然可以爬出来 不过也得亏她自己的身材好 当她从里面爬出来时 怪物也追了上来 凯西灵机一栋踹开下面的石头 利用掉落的巨石成功干掉了怪物 随后在逃跑的途中 还遇见了队友克雷 同时怪物的嘶吼声也传进耳中 两人赶紧逃跑 无料却慌不择路地 跑进一个死胡同 而怪物已经近在咫尺 面对进退两难的绝境 他们完成了一个 难度极高的动作